妳不覺得妳們兩姐妹當中 妳比較應該要嫁入豪門嗎 妳比較端莊 比較有氣質 這是外型 可是我的個性非常直又很嗆又龜毛 所以妳從來沒有幻想妳會嫁入豪門 沒有 我就是希望我賺了一筆 花了每一分錢都是我自己賺來的 大師日前宣布 賞婚韓團庫隆成員聚金燕 想當初她和汪曉飛認識49天 就不入禮堂 這次離婚106天後就二婚 外界震驚之餘 也佩服她感衝 堅持自己想法的個性 由於過往情勢已經被各界翻透 咱們今天換個角度 來說說她的經歷 讓妳更了解大S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我們家三姐妹 我大姐更像丫鬟 超像丫鬟庸人之類的 對 她就是像千金大師 對 然後每次她就會約我 跟我大姐陪她去逛街 然後一走進那種名牌店 那名牌店的人就會說 徐小姐 您好像 為什麼準備的包包已經來了 妳要不要看一下 然後沒有人理我 然後再配上我大姐 就是會拉低我的level 就是妳知道 我們三個一走進去 一個鐵三角 我們倆就像她的庸人 妳就會忍不住很想要說 大師妳包包給我 幫我幫妳包 然後我就覺得 我大姐應該是說 妹 快點我幫妳配上外套 會交流 所以我們倆的工作 永遠都是這一種 不知道問題出來哪 大S是徐家三個小孩中的老二 但地位就是個女王 像這次閃婚 儘管徐媽怒火中燒跟她冷戰 依舊邊氣邊說 女兒開心就好 我其實本來讀了國光益校一年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環境不太適合我 因為他們是走比較 軍事教育的感覺 然後我做人就是比較隨性 有點大小解封 然後在裡面就是 被學長學姐就是管很嚴 然後就覺得這樣不公平啊 就是大家都是同學 何必搞這些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轉學好了 然後才發現 原來國光益校這個學校 是屬於國防部 不屬於教育部 所以如果我要轉職 能轉到中正玉校或陸軍館校 就太麻煩了 就只有重考一條 妳當女軍都不錯耶 對啊 有那個畫面 只好重考 那因為我跟我妹子差一歲多 所以我重考一年 就跟她同一班 而在就讀華岡的時候 身為非典型公主 大S激交氣又傲氣 激霸氣又富含殺氣 她不僅和小S 阿雅 吳佩慈等人 是班上的七仙女 更是其中的大姐頭 七仙女這組織是誰開始的 我組的 因為我在學校最喜歡組黨組派 然後既是黑色 又也是金光黨 她有一年當了風紀股長 學校館 服裝 儀容 把大家都集合起來 然後就 她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當著所有人的面就說 教官 請問一下 那個女同學來學校的時候 把眉毛畫得跟金子一樣 要不要記 然後一堆學姐 眉毛都畫得跟金子一樣 就叮咕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 偶很大 外面很細 全班 就是全班 圍攻她 然後我就一個人站在講台上 他們就說 因為一進去 就一定要說學姐好 學長好 然後他們就說 我問你 你今天說眉毛像金子 要不要記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眉毛都剃掉 然後化濃妝來上課 這樣算不算化妝的一種 因為就是學校不准化妝 然後我就跟他們認真的解釋 他們就說 你了不起啊 你了不起啊 學姐好怕你喔 就開始跟我這樣 他們就說 傳證人 然後就傳證人 就是阿雅 然後阿雅進來就說 學長好 學姐好 他們就說 什麼什麼 我聽不見你叫什麼 我說他說學長好學姐好 你聽不見耳朵聾啊 然後就跟他們說 最後那件事的ending 就是我姐拍座跟他們講說 你們也太幼稚了吧 大愛思不只對別人有種 她對自己更有種 從小黑肉底的她 自從決定要變美後 自律到可怕的境界 不能碰她頭髮 還有她也不喜歡別人碰她身體 所以我現在如果走過去 在她頭上亂揉一氣會怎麼樣 她會呼你巴掌 因為曾經有一個專櫃小姐就說 大愛思你頭髮好漂亮 然後她正要摸下來的時候 我就說不能摸 就把她手擋掉 她就嚇到說為什麼不能摸 我就說如果你要頭髮漂亮 就不能摸 說得釋法如命 為了白得像個電燈泡 她不喝一切有色的飲料 出門一定要穿長袖 撐傘 情願熱死也不要曬太陽 可以講到黑 對 然後她就說 老娘就是要白你想怎樣啊 老娘就是靠白出 很出名的啊 老娘就是用白的粉底怎麼樣 她就繞了一堆老娘為 開啟你的字眼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啦 好老娘你就白吧 然後我們的姐妹當中 竟然還有一個更白目的 她有一天竟然跟大姨說 我跟你講 妳這個皮膚喔 就是黑霸底 對啊 她就說 然後像她在路上都有大叫說 徐歇遠 我覺得妳好可憐喔 妳媽怎麼幫妳生成黑霸底啊 然後我就 鄧妮她就已經想說 算了 忍住忍住 佩慈平常講話就是比較白目 她就說 像我一生出來就是白 我覺得生成黑霸底真的很可憐 我好怕我嫁錯老公 生一個黑霸底下來 生一個黑霸底 生一個黑霸底到黑霸底 然後我就這樣子 手就捏起來 然後我就好想把她推到麻辣 然後就給手指 藥麻瘦 藥麻死 為了瘦 還曾經連續三個星期 每天只吃一根香蕉 她竭盡全力讓自己 從頭到身體的每一根髮絲 每一寸皮膚都完美 為了美 即使是一杯毒藥 我也會心甘情願地喝下去 也難怪當初大愛死生完小孩後 能夠在短短一個月內 就瘦下10公斤 在自己嚴苛的程度 連前夫王曉飛都佩服 有人一直說 你年輕 漂亮 瘦 白 頭髮好 就 我就會跟她做好朋友 哈哈哈 其實有段時間 她為了被孕養身體 舍棄長久以來 對美的堅持 改掉幾十年來吃酥的習慣 忍受自己變胖 生完小孩後 還一度把招牌長髮剪掉 其實女人最漂亮就是在那個腰 妳知道 少女人 大臉 不好意思 妳說到妳現在臉跟手都細腰 可是妳這裡很寬 而且 妳要不要來自己出現 人那時候發胖 就是為了要培育一個 養小孩的身體對不對 對 因為我以前 康永哥你看過我以前是紙片人 就是紙片到 就是真的扁到沒有一滴的墜肉 然後就 很多人就是介紹什麼中醫 然後食補 各式各樣的醫生給我 然後我就開始吃中藥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吃中藥 他就是會補腰間這一塊 對 妳有問醫生為什麼嗎 我有問醫生 醫生是說就是要補你的子宮 所以媽媽這一圈要有肉 要有那個 這邊要有油 才可以保護嬰兒 戴死的能屈能伸 不僅僅是因為孩子 更多的是一個女人 對自己決定的責任 十分鐘的戀愛 雖然有一點的最好 要笑著愛 有其他所有的遺憾 下 而且我老命啊 不是說好唱四次 你到底唱五次啊 因為氣氛來了 戴死十七歲時 和小S組成SOS出道 一首十分鐘的戀愛 以泡而紅 之後因為合約問題 改名ASOS 並轉戰主持界 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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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哥你真的很厲害耶 你怎麼可以從頭到尾都跳錯呢 對啊 跟努玲哥謝謝 最後放心的把主持棒交給我們 努玲哥我們會加油的 我們一定會既然擺真的很爛 為什麼啦 你看你知道 姐妹倆憑藉主持 奠定了在演藝圈的基礎 之後也分別活躍在不同的領域 有人說到小S 第一次第一個搶到的是康熙來了 那說到大S 當然就是流星花園這部戲 啊 你喜歡 啊 啊 啊 真的不可以 啊 他之後也陸續出演 倩女幽魂 戰神 轉角遇到愛等劇 並轉戰電影圈 我覺得因為我從出道到現在 都沒有得過任何的獎 真的假的 真的 但我覺得我一直演戲演下去的話 真的有一天會得終身成就獎 會啊 如果到九十歲的話 對 如果一直演下去的話 所以你有異心要 異心有說要拿金馬那類的嗎 不敢想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如果有當然是更好 可是我就是會 不管有沒有都會認真演戲 面對每一部戲都認真一待 絕不馬虎 DICE卻從未得過獎 甚至2010年拍完泡沫之下後 他這12年的時間 完全沒有拍過任何一部戲 是他不想拍嗎 不 其實當他生完小孩 恢復身材以後 就一直渴望回歸演戲 但 他們都是找我去演 誰的媽媽 誰的媽媽 然後還有最大的是演 王大陸的媽媽 你覺得會不會太誇張啊 如同對美的態度一樣 DICE對劇本也有著 不可撼動的堅持 尤其美了快半輩子 他不想也無法接受自己 已經到了演媽媽的地步 雖然近乎偏執 雖然執迷不悔 但這又是我們所認識的大S 祝福他能早日找到 適合他的角色 付出螢光幕 最後還是要再說一句 恭喜結婚